別人訂了你的性格 不讓你吃自助餐 是要吃個父權霸王餐 原來只是某一些議題 你才可以關心 而我掌有那個話語權 就告訴你 你就站在這個位置 現在你就出來 那是不是一定要 所有事情都一直關注 才是盡責 其實都不需要 一個太大的道德的枷鎖在他們 我們全女班 看看女權分子去了哪 來吧 給我看看 road 路